姑姑 不要跟我说话啊 我是从小看你一长大 怎么变成这样了 如果我们不给她做呢 她们到喜宠去做 大幅面临的结局 依然不会改变 宠物医院是不会给 没有任何病的宠物 做安乐死的 葛大妈就是因为 喜宠药价太高 才来的我们田林 不信你可以问老陈 问小温 她们都听见了 反正别人怎么做我管不着 好 但是你不能这么做 从小看你长大的 我可不想看左眼 从小你就心地善良 你怎么能昧着良心 这 这 赚这种钱呢 那你从小都看着我长大的 我这么心地善良 我能背叛组织吗 跟我来 怎么回事 我给她打的是麻醉针 要不然怎么瞒过你们了 那之后怎么办呢 之后 先养着呗 来 小温哥 拜拜 下子再来哦 退了 别跟我说废话 人家说过天也没有用 这卡你就给我退了 黑凉姐 为什么您非要退这张卡呢 如果我们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为您专门改一下 而且很多事情 姐姐 你别再说了行不行 你就给我退了 今天什么都别跟我说 姐 这个 姐 姐 姐 怎么了这是 发生了什么呀 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我还真信了 什么生命上 客户第一 什么坚守医院和医生的职责 谁也别跟我说了 你退了 不是 姐 这个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退的 不退是吧 行 那我去 小小姐告诉你 map姐 胡子姐姐姐 姐姐 没事啊 各位 姐 到底怎么了吗 不是 你 听我解 解是 姐 你就不能告诉弟弟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行 今天是不是有个大妈 带着一条 来你们宠物医院做安乐死 好像是 姓 姓葛对吗 是来了吧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不不 那我们没做呀 你们没做是因为人家给不起这个钱 人家要是真心白银拍呢 那狗早就没了 姐 咱们都知道市场上的安乐死 一般也叫小几百 我们一下子开两千 你觉得正常吗 是吧 肯定不正常吗 我们就是知道葛大妈被封建迷信给迷惑了 所以才开这么高的价格 让她之难而退打消这个念头 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呀 千真万确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是啊 我怎么知道这事 刚 葛大妈也去你们店里问了 那 那你们 你们 怎么会 这好好的狗我们才不会做呢 不是 我是问葛大妈是不是也去问 你们安乐死的价格了 问了吧 你说了 当时我也没在 我可能就是按正常价格报吧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行吗 干什么完 这又没做 葛大妈如果知道这个价格不高的话 他会去其他店里做 那这个小狗已经进 说不定已经 行行行行 你别急 你别急 弟弟 这事不 没得事 那个大福 不是 那 那小狗 说不定现在还在火焖乱跳的呢 没事 姐 你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你赶紧告诉我呀 我都急死了 这么一条小生命 我真的不想让他就这么没了 姐 姐姐 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行了 行了 你说 你说你这弟弟 那一颗大小伙子 心肠怎么这么软啊 行 那狗没事啊 我们没做 真的 就是 是我们接的 但是吧 我们就用了 用了别的东西 你 你知道吗 好 那他 他还 还没死 你注意保密啊 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你说我这嘴 你这事本来是肯定不能告诉你的 我绝对保守秘密 行 你别难过 别担心了啊 我先回店里了啊 你别担心 好 我先走了 我保守秘密 我去回家 当心小姐 好嘞 请进去 你闭着你 葛阿姨跟大福的事 应该怎么办 葛阿姨连大福的骨灰都不愿意要 按理说养了六年的狗 不应该这样 对吧 所以他们的感情根本就不那么深 我觉得大福的主人应该另有其人 有道理 那咱们得赶紧找到这个真正的主人 现在找到主人并不是最要紧的 那最要紧的是什么 最要紧的就是 不能让大福继续待在医院 不然到时候人多嘴杂 事情只要透露出去 就不好受伤了 把大福给我 你们这就是诈骗 我一定要告你们的 阿姨 昨天我们已经给他做了安乐死了 您亲眼看见的 活要见狗 死要见尸 狗的尸体呢 是不是阿姨 对对对 把那大福拿过来我看看 别拍了 狗已经死了 而且已经做了火化 您烧了您有骨灰啊 再说了你们是找到哪家宠物毕道公司啊 你找出来 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对对对 你们怎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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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大家 就是这个人亲口承认 他们给大福用的施政定计 完全没有安乐死的 别动手啊 太过分了 阿姨 您千万不要害怕 有我们习宠为您撑腰啊 您放心 今天 我们必须把大福 从这家黑店给你抢过来 我保证 只要大福进了我们习宠 我保证你眼睁睁地看着死瞧瞧 刘晶宇 你不知道阿姨是被封建民信给洗脑了吗 那大福 她说是被孤魂野鬼上了身 你信啊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给她做安乐死 我们习宠 一贯的宗旨就是不问顾客为什么 只看顾客想怎么做 我们就是要满足顾客的需求 那可谢谢你 不过你们可要快点啊 这明天我家老蒋就要做手术了 一会儿我还得去趟医院 再晚就来不及了呀 阿姨 您靠后 别伤着您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必须把大福给我交出来 别怪我们硬抢 我告诉你们田林的啊 是 是 干什么啊 先来个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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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福跟他们走吧 算你实际啊 赶紧 保护 保护 别说 为什么让大福跟他们走啊 他们会杀了 他会死的啊 把大福送到习宠以后就出不来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行动 老陈 田佩兰 田雨贤 你们一定要带好方身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大福 明白 走 吵架了 不是 那刚才为什么让他走啊 为了给旧大福争取时间 谢谢